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我没有关注比赛以外的事情,这才知道网上有一些负面的东西,在这里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。首先,我从没有说过我想去哪吃队伍,我是选秀最后一天才决定参选,把报名表交上的,自己从头到尾没有跟任何一家俱乐部接触过,所以不存在说的那些。 其次,我是真的Cuber,最后一年快结束都没有决定好是否参加,选秀去尝试一下,所以我真的没有像另外几个,今年选秀球员一样,准备得那么充足。 我想不论是您,威廉,小朱,浩哲包括其他人都是,早早就做足了准备的。所以我确实过度了,很长一段时间,虽然现在有提高,但是还是不够,所以真的别再说那些,选了不用一说了。 秋导也是真的很想给我机会,包阔阔队友们我刚上去,就给我制造机会,是我自己的问题,我知道自己还有欠缺,这件事以后就不要再讨论起来了。 最后我想说的是,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支球队,我在这里也有了归属感,大家也都在为了这个集体在拼搏,无论是主力替补,还是教练工作人员,每个人都是。 最近势头,也越来越好,不希望,被不相干的事情影响,我也很感谢那些,为我着急的人,但是也希望,都理性一点,别直接把自己的想法,强加到我身上,给我压力不说,还会招人烦,大绝,我可能是还可以。 但是开启新的挑战,就别把以前那些,放嘴边了,谢谢大家了。 PS,就我这个小胯部,你们说,我不喜欢这里,我俩在兴奋点,估计就要给T了,别带节奏了,喷哥们。 2020年,CBA选秀大会上,深圳南篮,以首轮第七顺位,选择了来自Cuba华侨大学的小前锋梦翔。 本赛季,梦翔代表深圳,出战一场比赛,上场5分钟,一投零中,得到一抢断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拜拜。